對 因為想說最後一次 對 然後想說這次打完就休息了吧 不打了 對 現在我覺得 我可能沒有那麼喜歡跆拳了吧 可能沒有那麼喜歡跆拳了 廣州亞運金牌得主 在仁川奪童之後 PO出一顆超級震撼彈 宣布退休消息 然後面對慢慢的是因為 走那麼久 然後家人啊 什麼就是看得很重啦 所以就是也不容易 就是也比較不行 就是說放棄就放棄 不是因為只有我個人說不打 就沒事了 然後是會影響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魏晨陽真的累了 他說這次退休機率應該是99.9% 其實在今年中旬 曾經因為無故失蹤而違反國家隊紀律 經歷一場退訓風波 一波三球之後還是歸隊 準備仁川亞運 長時間控制體脂肪和體重 連喝水都得斤斤計較 魏晨陽已經身心俱疲 差不多了 真的蠻累的 降體重那些 我真的需要休息一陣子 被記者問到 如果今天拿的是金牌 還會決定退休嗎 魏晨陽的答案是肯定的 接下來會以完成學業文目標 不過在台純明星中 就算只有0.1%的機會 還是希望看到這位奪牌戰將 繼續持續在戰場上 亞運採訪團 國人川採訪報道 明星期間 有罪了